那和你们讲的道理是讲了什么呢 是要看懂看期看透 每天看着等靠要的思想 能不能进步 等着你发案例 等着你来解答 等着问哪里买 等着问我哪里卖 这一辈子都进步不了 我生气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我生气的原因是我问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一个一字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一个二字 你们的虚荣心就这么长吗 看不懂你就回复了 不懂张总 连这个都不敢回复 还我每天看电视频的 我每天都 我都看了 怎么看的 带直播间看的 看完以后干什么呢 看完以后去找股票去吧 你复习过吗 你如果复习了之后就知道我政府图意出来 是什么状态 是什么状态 我昨天就和大家说过 学到什么时候 学到什么时候 现在心中 不用画线就知道 但我看我刚才我问问题的前面 几个同学在那里 跳上跳下交流的很欢 我把这个图发出来之后 问什么战法 解答了之后 问看不懂的回答 2 看不懂的回答 1 这个时候全体潜水 都不见了 这对得起谁啊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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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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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張開什麼需要 多了很遠的心 這片天 被我已經沉寂 更努力 更劇為了 你的相擁在明天 後來 留著氛氣 好好長期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每個人都留不通的境遇 我們在這裡 在城裡的秘密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歲月背景 留不通的世界 我們都希望 來生還能相遇 那麼我們進行今天新的課程 那麼我們今天是第五課 新的課程是長腿起跳組合 所講的都要記住是組合基因 比如昨天的課程是 凹底和凹口陶金的組合 那麼凹底必須有沙車換檔 凹口必須要站往凹口平衡線 凹口平衡線的右方必須出現 較大的陽線 那麼回踩不破 使用二號戰法 那今天一樣 長腿起跳的組合 真正的來看一下 叫什麼叫精準 首先回踩精準 截足先登 那麼精準是量學的生命 回踩精準線 是一套掌停基因 組合而成的掌停密碼 它由回踩這一個動作 和精準線這個槓槓 有機組合而成 所謂精準線 必須有三個關鍵點位 和價位精準重合 而深層的一條平衡線 要有水平精準線 有黃金精準複合線 那麼如果精準線 和黃金線重合 就是精準黃金線 如果精準線和封骨線重合 就是精準封骨線 重合的越多 精準的價值就越高 所以我們要找精準 畫線取點 重合的越多越好 這就是昨天和大家講過 我們要找的 就是啊 找到我們重合取點 就是精準線 越多越好的股票 好 那麼我們看 升堅數值的 符合精準線 才是我們需要的精準線 黃金線上的水平精準線 才是我們需要的精準線 比如 大家看這支股票 這是不是谷底精準線 對 是不是谷底線 首先是不是谷底線 谷底線切合的越多 是不是叫精準谷底線 是不是 切合的越多 它就叫精準谷底線 好 那麼到了這裡面 你們看 到了這裡以後 這是一條精準谷底線 再形成王牌 形成了一條什麼線 大家看這裡 形成了一條精準的黃金線 是不是 我這個鼠標在這裡看不看見 這就是個黃金柱 看到沒有 成合了一條精準的黃金線 那這一條線 才是我們需要的 身兼數值的黃金線 你看 黃金線上 楊蓋鷹 板 板槍 板 對吧 鷹回馬之後 楊蓋鷹 板 這樣的股票 才是我們需要的精準線 身兼數值 重合的越多 你看 向左看 你們看 找到幾個精準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對吧 六個 是不是精準 有六個了 對吧 水平方向超過三個 就叫精準線 它如果以黃金線 重合 就叫精準 符合黃金線 好 你們看這裡 這裡重合的兩位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重合幾個 來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六個 六個精準 那麼它就是 剛好是黃金線重合 你們看 是不是以黃金線重合 以黃金線重合 就叫精準的 精準黃金線 這就是我們 琴劉的 琴莊繩 這就叫琴莊繩 哎 好 這是我們需要的啊 關注回踩精準的股票 那我們再來看 回踩精準的符記要領 發現和琴拿回踩精準線的股票前提 第一 第一 要關注連續出現小被羊的股票 比如 代底部連續出現 第一個為斯坦 第二個為 施工 或備戰 第三個小被羊出現 是不是連續出現小被羊的股票 是不是連續出現小被羊的股票 小被羊連續出現的股票就要關注了 第二 看要關注連續出現精準線的股票 比如 啊 我第一個王牌一條精準 第二個王牌又是一條精準 第三個王牌又是一條精準 第三個王牌又是一條精準線 請問是不是叫精階抬高 是不是叫精階抬高了 那這個時候要關注連續出現精準線的股票 第三 要關注連續回踩精準線的頻率 要關注回踩精準線的頻率 一旦回踩的頻率加快 分面就越近了 啊 最佳伏肌位置 就在漲停基因 最立即扯銀線的階段 即回踩精準線 最立即的那一條的附近 啊 我們說 有 剛好是一塊錢的 有1.01分的 有1.02分的 有 0.99的 大家說 這是不是一條精準線 你們看 就是 一分錢站法 上下伏高 一分兩分 它就叫精準線 那就是這條線的附近 這就是叫這條線的附近 好 那麼回踩精準指示前奏 抬頭的這個動作出現 才是分面的最佳時期 哎 比如說 金 採線只是前奏 抬頭即將上攻 抬頭即將上攻 好 我們來看 這個股票回踩精準的伏擊要領 比如我們看 這個票來了之後 是不是有王牌中 有沒有王牌 這個牌有王牌了 對吧 他 凹底出現一根大鷹 煞車刺氧 怪鱼 平亮柱 是不是 平亮柱 有王 有王之後 一二三日回踩不破 大家說它是不是一條精準線了 首先看 一二三都回踩不破這條線 它是不是一條精準線 它是一條精準線 好 你們看 大家在這裡回踩精準 是不是反复踩線 你們看 是不是反复踩線 一二三四五六六天 精準踩線 那麼這一條線 就叫精準黃金線 因為它 這是黃金柱 它的後面生成了一條線 只要這一條線不破 大家說 是不是就不用怕 就和大家講過 只要這一條線不怕 這用基柱後山的實底 劃出的一條線 你們看 是不是 明白了嗎 三天 就可以定它為王牌 那它後面就會形成一條精準線 就是這一條工坊線 那麼剛好 重合在一起 就叫精準黃金線 好 那麼 回踩精準只是前奏 抬頭上工才是分面的最佳時機 大家看它抬頭沒有 對 這裡一抬頭就上了 是不是上了 那麼上去以後 一個掌停板 這個掌停板很含蓄 倍量掌停 凹底掌停 有底有王有金街 那麼出現板後甲鷹 是不是應該觀察它能否千流代掌 那麼 梯子板 架板量說第二天放量 那麼一二三四先出後觀察 那它在這裡 請問 是不是高開低走的被動撤退 高開低走被動撤退後勢可能有自救 關注第一關注回馬槍 第二關注有序說量 第三高量破了之後 關注的是有王高量破有災禍 等待王牌再操作 大一實體站穩才會上工 很簡單 對吧 這都是我們需要把所有的課程 所有的戰法融合其中 首先今天主講的是什麼 我們先不講這個 首先講的是精準 以後要記住精準 就是同等價位水平方向 能夠出現三個同等價位或點位 重要學位出現的一條線 叫做平衡線 水平精準線 那麼與工房線重合 就叫精準黃金線 你明白吧 好 那麼我們猜猜看 第三 來看一下 踩線抬頭 線上易度 好 我們來看這個票 注意回踩精準線之後的 再次陽幹因上工的時機 以及精準線上的易度 比如 你們看這個票 這個票 是不是凹口突然下線 你們看這裡 凹口突然下線之後 一共下跌 對吧 那麼在這裡就是形成了一個什麼 你們注意 這個地方是一個煞車柱 形成了沒有 煞車柱 有沒有煞車柱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真底 對吧 這是一個合力的王牌柱 請問 有無煞車 真底 變成了元帥 他在指出煞車 我們昨天說過 左側有四圍強壓 左側四圍強壓的大鷹 二一和十頂不能站穩 不要坐煞車 是不是這樣和大家講呢 就是左側四圍有強壓 有大鷹 二一和十頂沒有攻克的 不要坐煞車 等他下來換檔 是不是下來換檔 那麼不坐煞車 做換檔 OK 但是這個換檔能不能做 那他平衡 鷹眼帥 赤羊 跟裝 能夠做吧 赤羊跟裝 OK 上去一段 初音 跑 來 你看 初音的在這個左側 那麼 跑 好 請問 他是不是黃金柱 問一下 他是黃金柱了 對吧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 凹口突然下線 請問 在這裡看凹口的時候 是看他還是看他 他又是一個凹 這個地方又是一個凹間鋒 那麼 最近的原則 就要看他了 對吧 下跌最凶狠的 這一個大鷹的十頂 劃出一條水平線 對吧 上行找鷹中的十頂 OK 下來再找鷹院帥 看到沒有 是不是再找鷹院帥 好 OK了 這裡的凶狠下跌之後 次日說了三案 那麼 他是一個假跌無疑 假跌需要次日的確診 你們看 次陽 過二一 跟裝 好 那麼 這裡的大鷹十頂一條線 注意 那麼我們到了這裡以後 有煞車了 是不是 一二三 王牌黃金 變成了鷹院帥 好 上宮一組 主撤大鷹十頂 請問 是不是又要下 那你就把這裡的 再看作一個煞車 明白嗎 把這裡的王牌 再看作煞車 好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精準線 注意 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大鷹十頂 有他的 元帥柱的十頂 有 這跟他的虚底 是不是要精準線 好 那麼上行御主的大鷹十頂 如果連鷹下跌 左側有底 左側有底的時候 你們看 這個地方是元帥柱的十頂 那麼 也就是說打到這裡來之後 出了次陽 對吧 出了次陽之後 這兩天洗盤 有沒有破掉這一根精準線 有沒有 沒有 好沒有 這是第一個陽蓋陰 那麼第二個陽蓋陰 大家注意 也就是說 注意回踩精準線 之後再一次 我注意 再一次 請問這是不是再次 就是再一次陽蓋陰上空的時機 黃金線上再出領口 對吧 而這一個 十字心 縮微的低亮柱 零號跳空 背亮柱 過左峰 你們看 這個背亮柱 他沒有站穩大鷹十頂 已經 再次站穩了二一位 是不是屬於一個 小背陽 大膽怒的情況 對吧 好 那麼注意了 零號跳空 假鷹真陽 零號跳空的假鷹真陽 是零號跳空在大鷹十頂之上 請問 用奧迪康橋 能不能行 奧迪的康橋 能行嗎 也就是第一座康橋 是不是 奧迪康橋 那 這是一個 假鷹 行是鷹 內製是羊 是不是 內製是一個羊 那麼假鷹真陽 千流帶長 大家注意 這一個 是不是馬上就到了 這裡來了 就是到了我們的首爹 長鷹短柱 對吧 好 到了這裡來 你們看這是不是的橫盤 守住的 凹口平衡線 上公主峰 回踩不破 凹口平衡線 看到沒有 這裡 不破我們的黃金柱 是不是 那這裡不破黃金柱 你們看在這一段 是不是叫精準 是不是叫精準 當到這裡 再次回踩 小背羊單槍 再次站穩 凹口平衡線 你看 小背羊再次站穩 凹口平衡線 0號就騰空了 0號一騰空 你看 他後面 就是一個假鷹 先出後觀察 那麼我們只要帶奧迪 發現這樣的股票 用我們各階段的戰法 來運用它 是不是就可以上 所以一定要注意 再次掩蓋音 我們和大家講過 這裡是一個掩蓋音 這是再次掩蓋音 這是一個過 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過 這是一個再次過 再次 再次 只是這條精準線 你們發現 這條精準線 有沒有破過 就是這條精準線 從來沒有破過 它會得到 反复的確認 反复確認 好不好 這就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麼我們在這一段 和大家一定要講 就是在這一段 你把它當作刹車主 不過大英斯頂 簡單來說 不過康橋 就會下來換檔 明白這意思嗎 換檔能不能成功 告訴大家 是以突破其大英斯頂 唯一目標 能夠突破大英斯頂的股票 就叫換檔 就叫換檔成功 就叫換檔成功 在這一個裡面呢 書上沒有 以前的 這最近的特訓班上也沒有 我們的王子老師 在以前呢 和大家講過 真正的換檔 是要突破其大英斯頂為標誌 才叫換檔成功 記住啊 你們看 在這裡也是 在這裡也是 你看 他沒有成功的 所以下來一次 然後到這裡呢 再來 你看 他沒有突破大英斯頂 這就叫刹車失敗 只是一個刹車 然後再下來換檔 那麼換檔 我在這裡和大家強調的是 再一次仰蓋鷹 記住了沒有 這一次 如果再一次仰蓋鷹 我們就可以跟上 跟上 結合戰法 你看 這裡也是啊 凹口 再一次 一舉就過了作風 對吧 板後甲鷹 能否牽留 關鍵在於 四日的動作 好 那麼 長腿彩線風光烈焰 長腿彩線 是一組短線 掌提密碼 長腿 指的就是 駕駐的下影線 他也充當了一個 偵察兵的角色 踩線 就是最低點 踩到了左側 最關鍵的亮線 左側越是精準重合 形成一組 雙精準 三精準 四精準 越好 重合的越多越好 除了越多越好 那麼長腿彩線 和長腿短柱 背量伸縮等基因組合 是非常有效的掌提密碼 長腿彩線 可以是黃金線 平衡線 精準線 峰堤線 谷底線 等 叫頂底平鞋 合金燈 頂底平鞋 合金燈 這就叫長腿彩線 可以彩線 所以它一定要基因組合 你們注意 我的PPT和大家做理 為什麼都是紅色的字眼 紅色的字眼 代表著大家要重點關注 重點關注的 這裡你不要看這個文字 文字就是和大家 從這些案例當中 總結出來的精華 好不好 好 那麼長腿彩線的作用 長腿本身具有下蹲 肩起跳的雙重作用 再加上一個彩線的動作 就是踏準的起跳板 相當於探底肩起跳的雙重作用 這四種作用 同時加在到一個動作裡 那麼所以長腿彩線的掌停意義 十分隆重 其緩衝期可能是一兩天 也可能是三五天 最多還有六七天的 那麼這裡大家注意 是不是三五八時間周期 三天五天八天 就是緩衝期 好 那麼我們來打個比喻 你看這裡年因下跌 是不是年因下跌 年因下跌之後就有消化 再年因下跌 再消化 那麼我們問一下 在這裡和大家加一個重點 好不好 我把這個沒打開 我稍微給你們大家換一下 好 那麼我們把它打開一下 就是在這個V型 在這個消化籌碼當中 比如 你們看 這個地方消化 是一個什麼消化 L型 注意 L 能不能分得清楚 L一横 一束一横 對吧 這裡 L也一束一束一横 那麼如果說 我這支票 是V型消化 V型 比L型 要好 記住了嗎 R型的消化 沒有V型消化 好 所以它的後勁呢 一般不足 好 你們看 它在這裡又是什麼消化 注意了 好 那麼我們就看 你們看 這個地方消化了之後 是不是下蹲了 下蹲 它下蹲已經沒有底了 沒有底怎麼辦 沒有底自己做底 下蹲 捐起跳 比如 大家現在站著往上跳 能不能跳得很高啊 我們在這裡往上跳的時候 比如我在這裡沒有王牌 沒有什麼都往上跳 能不能跳得高 跳得高 好OK 這個時候 來 我們就往下 蹲著跳 來 往往下一蹲 然後再往上一跳 大家說 上個體育課的都知道 跳不跳得高啊 它就是要下蹲了 好 我們來看 它沒有底 就達到了自己的理 注意 這裡是基因次陽 折伏 減長 基因次陽的高度 決定了反彈的力度 次陽過二一者 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次陽過十點者 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是不是 好 那麼蓋陰呢 那麼 形成次陽蓋陰 跟裝 一二三 請問 它是什麼柱 它是什麼柱 那麼它就是一個黃金柱 那麼和大家講過 如果它的四圍左側有壓 二一位或十點 這只是一個煞車柱 是不是只是一個煞車 因為它的四圍是一個高亮音 對吧 高亮音它只是一個煞車柱 好 那麼我們就要等待它下來 換檔 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次楊蓋陰呢 有沒有一次楊蓋陰 有一次楊蓋陰 這是不是再一次 是再一次 它下來 是不是反复進行了長腿踩線 這 踩線 這 踩線的目的是什麼 踩到了陰元帥的石嶺 對吧 收回了這一條 黃金線 下蹲 為了更好的起跳 是不是換了更好的起跳 所以說這是長腿踩線 踩線就是前奏要抬頭 看到沒有 要抬頭 這一天 抬頭了嗎 二一位站穩之後 回踩二一不破 掌平板 是不是 回踩二一不破就掌平板 那這就很明顯是不是一個換檔了 是不是換檔 大家告訴我 所以說細節決定成敗 刹車 對吧 刹車 換檔 這裡 是不是加油啊 加油吧 這就形成了加油 加油以後 你們看 好 這個時候面臨的是消化到了這裡的吧 這個大音是被消化過的是不是的 這個大音被消化過 這個大音消化過沒有啊 這個大音沒有被消化過 好 那麼他就要下來 好 下來之後大家看 一二三四 回踩 是不是加油住 是不是加油 加油 回踩的是這個換檔的王牌 兼加油住 回馬槍 那麼看一下時間周期 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五 第五天回馬 是不是第五天回馬了 就是第五天他就回馬了 對吧 你看 一二三四回馬 那他後面怎麼上不去了呢 和大家講過 這裡被消化過沒有 來 這裡被消化過沒有 他的L型消化和大家講過 L型他只消化到了這裡 對吧 這裡 是往下 再打大跌消化過 對吧 這一段沒有被消化過 他上功獄主了嗎 他上功獄主了沒有 為他上功獄主 沒有消化 那麼聽不懂 所以一定要記住啊 長腿本身具有下蹲 他也是偵察兵 比如 是這樣的 和大家打個比喻 來 我是英元帥 對吧 這個地方是不是英元帥 英元帥 好 這裡 這是一個合力黃金柱 好 我們就派出來一個合力的江軍柱 江軍柱 就形成一條江軍縣 然後這裡有個小不羊的單槍試探 試探之後 下來回踩確認 回踩確認之後 要得到誰的許可憐 得到元帥 長腿偵察兵 來報告這個元帥 這個元帥說 一個狗裡 老子好不容易做了一個元帥主 你還回來問 一個老子滾回去 他是不是就滾回去了 他向元帥報告 是不是 一報告 元帥就反了 一個老子攻上去 是不是 就攻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求長腿踩線 一定要踩到元帥和黃金 明白了嗎 所以一定要踩到元帥和黃金裡 踩到位 就是起跳往上 也是一樣 你們看 這個地方 回來以後 就是以這個大陰的二一位 就是這個凹尖峰作為攻防 是吧 你看二一位和攻防 在板 再下來 也是這一條線 你們看 其實他自己做出了一條攻防線 這個腿 只是來 怎麼呢 來回踩一下 所以就上了 這個要記住的 好 時間周期非常重要 三天 兩三五天 六七天 三五八天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個長腿踩線的伏擊要領 長腿踩線 是助跑 長腿踩線 是下蹲 主力借力打力 一蹲 一起 鮮鶴獨立 斬刺欲飛 長腿踩線 的戰術 應用 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 長腿踩線的量度 最好是縮量的 第二 長腿踩線的量線 最好是精準的 第三 長腿踩線的時機 最好是大盘大跌 才能看出它的價值和實力 第四 長腿踩線的基因 最好與其他基因组合 才有爆發力 第五 長腿踩線的伏擊 最好在次日確認其和格 才是伏擊圈 把這五個要素 都好好的記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踩線是前奏 抬頭即將上弓 喂 那麼我們來看這支票 這支票呢 下來以後 你們看 這個地方的縮量足不足啊 這個地方 是不是量架雙勝陽 它縮量不足 反彈難上 是吧 縮量不足 反彈難上 那麼它就要下來 好 我剛才和大家講過 這裡呢 是不是進行了個V型消化 你們看 這個地方是不是進行了個V型消化 對吧 好 接著呢 它呢 再L型消化一次 L型消化一次 接著呢 開始了 左喇叭 是不是左喇叭 左喇叭 那麼 這裡來了一個 長腿探底回收 它是一個假陽吧 是不是假陽 它是一個假陽 後面經過了0號的確認 駕掌面說的確認 它可以充當王牌的基柱 經過了確認的假陽 是可以當基柱的 對吧 好 當然假陽 位置不同 性質不同 假陽在低位 你可以偶爾把它當成這樣 而高位的假陽 那就要防了 高位出假陽 那就要注意了 你看 這就是個假陽之音 高位的假陽 一旦出現 第二天就是一個大跌 所以位置定性很重要 好 那麼 到了這裡以後 注意了 一二三 原算有沒有問題 原算沒有問題 那麼一二三 黃金柱有沒有問題 黃金柱沒有問題 好 OK了 你們看 注意 這是它的虚底黃金線 這是它後面的什麼線 又是一條黃金線 但這裡 反復折騰的原因 是為什麼 長腿踩線值前奏 抬頭即將上弓 最好是坐時踩穩 左側重要的支撐量線 不要懸在空中 你們看一下 那這一條線 是一回是這個合力王牌的 什麼線 王牌 王牌合力 後面的黃金線 對吧 你們看 他剛好在這裡一直堅守的是這條黃金線 是不是一直堅守是他 為什麼 這裡是不是來了一個音樂帥啊 他是不是音樂帥 音樂帥後面是不是一條攻防線 好 你們看一下 是 那麼他為什麼 他在這裡踩線 到了 這裡 下線 主手 這是他的下線 下線主手 上線 主攻 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踩到了重要的支撐量線 踩到了沒有 踩到了重要的支撐量線 守住了上線 是不是守住了上線 守住了上線 那麼 他 坐實踩穩 沒有 坐實踩穩 沒有懸在空中 那麼我們要等候 次日確認其合格 抬頭 沒有了 這裡的反复踩線 抬頭了沒有 這裡的反复踩線 沒有 抬頭 而在這裡的反复踩線 是踩到了重要的支撐量線 如 兩條黃金線 上線主手 下線主攻 對吧 是不是 手實積須 打擊對手 保護 自己 第二個領號 大家說 確認合格了沒有 那麼第二個領號 就確認其合格 我們就應該 跟上 好 OK啊 這需要看得懂的啊 好 猜猜看 長腿踩線 0號抬頭 長腿踩線 回踩到位 是0號抬頭 上鍋為最強的組合 大家看 A B C A柱是長 鷹 首先是個長鷹 然後留下一個長腿 那麼 第一 它是長腿基因 記住啊 A柱是長腿基因 那麼 B柱 是縮量 假跌 那麼 從它的虛筆來看 是不是 抬高 叫極點側向 叫極點 也就是說 後世不破它的這個 虛筆 那足跡抬高 是不是極點側向 對吧 好 你看 C度 0號赤羊 蓋全音 那麼我們就要注意了 這個時候 赤羊是可以跟裝的 跟裝 要看四尾 一旦左側 有 什麼 左側一旦有音出現 就要注意四尾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就要注意 剛才說過的一句話 就要不坐刹車 等換檔 明白這個意思嗎 OK 好 那麼 這裡 橫盤 你們看 這裡一直橫盤 有沒有抬頭 有沒有抬頭 一直沒有抬頭過 大跌 大跌 那麼這裡的大跌 注意了 底柱 是 聯音 加長腿 是不是 聯音加長腿 下跌已到位的標誌 有左側 它平衡的構建 左側 踩到了重要的 支撐亮線 踩到了遠帅 踩到了黃金 那麼 這裡抵住 請問 幾點側向 有沒有比他低 收回去 沒有比他低 好 接著注意 依助 四陽 這次長腿踩線 幾點側向 是不是太高了 注意了 抬高了沒有 來 身柱 一柱 一柱 四陽 長腿踩線 踩到他了 比他太高了 是不是 好 那麼 注意 確認其合格 零號 騰空 快點 確認其合格 零號騰空 掌停吧 這個要不要跟上 這個要不要跟上 所以零號 次零號抬頭上弓 為最強組合 好 這是A B C D E F A B C E F 這幾根柱 充分的說明 啊 極點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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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煞車柱 這裏就形成可能 一跳空 大家換檔 明白了嗎 一跳空 大家換檔 所以 注意 就要注意 次零號抬頭上弓 為最強的組合 最強的組合 好不好 好 那麼 再來看 長腿踩線的運用 長腿踩線 回踩左側 關鍵的亮柱和亮線 一般是新一輪上弓的節奏 但需後勢 確認其合格 最好與其他基因組合 才有爆發力 你們看 這個票下跌 好不好 這個票 往左側一看 這個票啊 是連連不覺得大英 然後在這裡的亮能 沒有說好 是不是 好 那麼我們只能做什麼 我們只能做凹底淘金 那麼 這一個地方 是一個放量的行為 對吧 而消化左側 不過大英是領 後勢反彈 這裡是不是強壓 就是後勢反彈到這裡 就是我們的強阻力位 對吧 好 那麼 注意 這裡有了王牌 對吧 有沒有王牌 來問一下 這個地方是王牌吧 沒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 這是黃金線在楊蓋英的這個基柱 黃金線在楊蓋英這個基柱 有沒有金階太高 第一 有沒有金階太高 沒有金階太高 是不是遇事者換黨要失敗 王牌與金間的組合沒有形成 所以他會失敗 那麼就會下來 好 那麼這個地方就下來了 你看 蓮英下跌 對吧 蓮英下跌下來以後 座 赤羊跟裝 赤羊是可以跟裝的啊 蓋世領跟裝 一二三 他是不是一個王牌柱呢 又是一個王牌 好 王牌柱的形成和大家講過 一定是要金階太高 對吧 好 長腿彩線 回踩重要的亮度和亮線 你們看 這個地方是回踩的什麼 回踩它的黃金線 是不是 好 縮 這是一個深 這下來是一個縮 對不對 這是一個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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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深 那我們就注意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其他的基因組合 什麼基因 倍量伸縮 這個黃金線上楊蓋英 能不能成縮住 是不是非常關鍵 對吧 那它形成的左支 右撐 是不是金階太高了呀 那王牌柱 紅箭頭A B 金階太高 好 你們看在這裡 對 伸縮 伸縮 對吧 長腿彩線 是不是 下線主手 上線 主攻 長腿彩線 要求踩到重要的支撑亮線 要求 踩到左側 關鍵的亮度和亮線 對吧 好 那確認其合格 你們看 次日再次說亮回踩不破工房線 確認其合格 是不是要 黃金線上 出零號 對吧 黃金線上出零號 就要跟上 那 跟上之後再零號 大家說這個零號 是不是對他的再次確認 這個零號是對這個零號的再次確認 記住 你們看 在這裡 雖然他是王牌 你看他確認沒有啊 後面沒有確認他 所以他還不行 是不是 這個 還是一個假陽的確認 沒有確認好 這是一個零號 真陽確認 確認他其合格 黃金線上楊蓋音 接著零號 對吧 好 一定要注意 啊 這裡和大家講的是 倍量伸縮的組合 是不是啊 最好有其他基因組合才有爆發力 後碳 後勢反彈 強阻力位 也和大家講過 大家看 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裡啊 欸就是高亮南路虎 欸 我們要逢山開路 玉水搭橋 欸 逢陰 怎麼說 這裡就是高亮陰的南南虎 到了這裡 應該是 陵門 一角 欸 先出後觀察 對不對 我們不能在這裡 就不要想著他還要上去 先出後觀察 好不好 好 那再來看 反伏踩線 啟動的前奏 頻繁踩線 側是春立 往往是啟動的前奏 長腿劍力打力 是打擊對手 保護自己 比如你們看 這個票 回踩 是不是精準線 注意 他在這裡是反伏踩線 回踩精準 截足線燈 那 回踩精準 截足線燈 0號 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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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过二位 用最近的水平方向的这一招 有没有 阴阳阴阳 间隔阻力 阴阳阴阳 间隔阻力 阻力以后 说量柱 加小背阳确认 小背阳盖过阴柱的司令 那么问题来了 一二三 真底可以变远帅了吗 一二三 真底变远帅 合力王牌一旦出现 一二三合力 远帅主皇亲主 好 再来看这个 到了这里以后 再次上公寓组的就是左车 其实在这里有个单枪 把它给消化过 看到没有 这个单枪把它给消化过 但是没有站稳 所以下来 那么这里就是有王牌 是不是有王牌 有王了 那这里是阴元帅的石顶 这是黄金柱的须顶 你们看 在这里是平凡彩线 是不是出现了平凡彩线的前奏 左侧有压 右侧有彩 左侧是高两阴的压力 左侧是大阴石顶的压力 右侧踩 踩的是攻防线 踩的是远帅 左侧有压 右侧有踩 就比如 今天我约了一个 是不是 女朋友 她在这两天 你看手都不给我签 是不是 能不能谈朋友啊 不好谈 这里 牵了一下手 是不是 牵了一下手 上去了一下 又回家了 你看 又牵了一次 回家了 又牵了一次 回家了 是不是 你反复的牵手 牵手牵手就成功了 成功以后 这个时候 他干什么呢 平凡踩线 平凡的牵手 牵手 这个时候 零号腾空 是不是 你们注意 确认其合格 是不是 这里就已经是零号了 再次零号 那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呢 要注意 平凡踩线的前奏 所以啊 好 那么这里来了以后呢 这是过 注意 这个时候是掌停板 过了高亮底 对不对 掌停板过了 板后甲阴 需要回踩不破 是那回踩不破 那你们看 板后甲阴 是缩量一倍 回踩不破 高亮底 零号腾空 掌停板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是过 回踩不破 板后甲阴 缩量一倍 回踩不破 高亮底 零号腾空 就掌停 是不是 零号腾空就掌停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平凡踩线是测试 称立 他要踩 这条线到底有没有用 主力反复也在测试 这条线我做了攻防 到底行不行 所以一直就是说的 这个意思呢 就是 主力攻防 他要进退自如 这就是主力的 战壕 掩体 反复踩线 然后确认合格 杨盖英 这个杨盖英之后 第二天是不是零号确认 他最好 他杨盖英了 是零号确认 对吧 板 这里 回踩不破 怎么确认 零号腾空确认 好 这里 就是长腿建立打力 打击对手 保护自己 反复踩线启动的前兆呢 还有 你们看 A柱 A柱是长腿探底回收 一般是一只个股阶段性的底部 比柱 是缩量三一假跌 缩量三一假跌 缩量三一假跌完之后 这里是零号腾空掌停板 对吧 你们看 这是零号腾空掌停板 长板厚单枪 也是高量柱 高量柱行程 上不过岭 下不穿底 在干什么 他也在平凡踩线 是不是在平凡踩线 看着我打火机 小了四身 其实我一口都没抽 第四口终于把烟点着了 我也在平凡踩线 是不是 你看我打火机打了 四下就没抽烟 现在的终于憋不住了 我再踩一下 是不是 平凡踩线 这一踩就不得了 你看 平凡的踩 缩量回踩 那么注意了 C柱踩线 抬头上钩 C柱抬头了 是不是 抬头是说量站稳高量顶 抵住 抵住 说量回踩确认不破高量顶 抵住是说量回踩不破高量顶 既然你不破 既然你不破嘛 主力就要表态 对吧 你做的好 小李同志 你这个人不错 是不是 我你这样 你就跟他们办公室打个电话 明天直接到这个 这个这个干部科啊 去当个副科长 来 0号就确认了 领导说了啥 赏 你确认 你确认了我就 来 0号掌停 是不是 所以0号就形成了个价板量 说的构建 好 形成之后 绑后高音 是不是绑后高音啊 绑后高音到了左风 是不是 绑后高音 那么绑后甲音 说三一说三一 顶说多少 过 回踩 不破 说三一 说三一 顶说二一 回踩不破 高亮顶 左风 回马墙 三天 是不是三天 所以 我们这个ABCD1 看清楚没有 ABCD1 能够看清楚 就是平凡 踩踩踩踩踩 长腿踏踩踩回升 B 极点抬高 数量 加跌 它 是一个0号 来了之后呢 注意 这里就是个保顶的动作 保顶成功 就是回马墙 说三一 说三一 得说二一 量学说 量学说 不做三一 做二一 长腿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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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要找到 这是什么柱 刹车柱对吧 长腿踩底回收 一般是个股阶段性的底部 那么百日低量出现在黄金线上 零号腾空 小背扬 是不是 百日低量 近期的低量柱出现在的黄金线上 零号就腾空了 还是个背量柱的确认 好 一二三是不是元帅柱了 一二三就是元帅柱 好 元帅柱之后黄金合力 一二三黄金 再来一个将军柱合力 他就形成了一条什么线 你们看 形成了一条什么线 形成了一条攻防线 这就是一个长腿踩线 他破过没有 没有破过 对吧 长腿踩线没有破过 所以他要抬头 抬头之后没有形成进阶抬高 对吧 然后长阴短柱开始 来你们注意 他又是一个长腿探底回升 是不是长腿 长腿吧 零号 长腿探底回升 是回踩关键的量柱和量线 是主力测试村立 清洗扶仇的重要手段 这是一组联姻 长阴加长腿下跌已到位 主验证又确认 零号腾空 是不是 零号就腾空 他就来那个掌平板 所以你们要记住 这样的长腿短柱 是清洗扶仇 只要他左侧有底 底一定是黄金柱深层的工坊线 怎么要是我们一般学完课程的同学 最好做右侧行情 好不好 做右侧的行情 你只要注意到了他长腿踩到了位 第二天出了我们的信号 做右侧的行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要求的疾伏不要高 经体验不要太高的 比如在这里你们看 谷底精准线的重合 是谷底精准线的重合 做出了一级进阶 然后回踩一级进阶 在这里买进去 介入进去 怕什么 在这个时候介入进去 等候右侧阳各阴的行情 OK 帮 拿着拿着 二十个点 是不是 那在这个地方 踢亮柱长态看跌 高 长态看跌 就应该先出后观察 有些同学 在这里只看他是板枪 也只看他是掌平板 从来不结合思维 从来不结合日向的量能 这是不对 所以说和大家讲过 卖阳卖阳 我们说去若留强 他在这里用量柱结合 他是踢量柱 用量柱结合是高量柱 应该看跌 所以在这里 只要是周末 发现这样的股票 应该先出后观察 这就是去若 不代表说去了之后 我不代看了 我还会再看 但是今天 我会将你去掉 对吧 因为 他已经不是一个掌平板了 对吧 这里是福晋科技 好 再来看 长腿探底回收的意义 长腿探底回收 一般 是阶段性的底部 但需要杨胜英的确认 激进者 可在回踩底部 精准现实 控仓介入 稳健者等待王牌成立 或站稳 大英 死顶处伏击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票 用我们的眼光 叫长城军功 左侧 是不是在吸筹 亮处上看 是红肥绿兽 对不对 来 虽扬慢生 红肥绿兽 这里和大家讲过 是一个微型消化 这里是微型消化了 微型消化 然后就产生了 联姻下跌 对了 联姻下跌 你们看 长腿探底回收 是在这个股 阶段性的底部 A 是不是 这是一个A字 A 再来不破几点 比注 再次回踩几点 抬头 再来一次 没有破过几点 你们看 在这里破过几点 没有 直到他有一天 出现一个王牌柱 你们大家看 这里是刹车吧 英元帅加 杨元帅 那阅主的左侧的大英司令 是不是要下来等换党呢 是不是要等换党 阅主的大英司令 是不是要等换党 换党 能不能跌破他 换党就不能跌破他 我和大家说过 我的刹车都是元帅 我换党要不要元帅 我换党就必须是元帅 你看 来 长腿踩线 零号腾空 哎 长腿踩线之后就零号腾空 零号一腾空 说两度加小贝阳 站稳了大英的司令 再次腾空 对了吧 我和大家讲过 在这里为什么他可以直接上去 因为这里被消化过 明白没有 这他直接可以打到左风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被消化过 那么这是一个过风 那么下来 我就会下来保顶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连银再次下跌 回踩了黄金线 出现了一个缩 出现了一个身 看到没有 哎 这就是一定注意力 那么我们在哪里呢 你看 这个地方我们踩线 是不是可以买一点 来 接到现在底部 可以买一点 好 没过大英式令 我们还不能行 那么好 这里踩线 我可以买一点 为什么呢 他在这里 踩线买了 他没有确认 去合格抬头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 注意 两者的区别 他踩了线 抬头了没有 哎 就是啊 这是个假扬 他经过了扬胜英的确认 我们就应该上了 对吧 好 那也是在这一波 就OK了 那么激进者 可以在回踩底部 精准线时 控仓买入 稳健者等待 王牌成立 或者占营大英的 十顶处伏击 哎 OK 慢走 好 这也是 回踩精准线 对吧 这是个回踩精准线 控仓买入 稳健者等候抬头 站稳大英斯林 揭露 回踩不破 说量 背量伸缩 不用怕 对吧 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下线 这是他的上线 守住了上线 就要攻 明白了吗 这是他的下线 主守上线 主攻 控战乱的上线 他就要攻 一个板 两个板 然后呢 上 不过先出后观察 这是我们的一个 位置定性 然后呢 就是一个控仓买入的介入点 主要和大家讲过 凡是发现这样长腿探体回升 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只要几点抬高 就行 然后要等候王牌键 王牌 刹车 来这里换挡 不坐刹车 坐换挡 上去了 这里是不是加油啊 你们看 这是来来加油的 刹车 加换挡 涨停不商量 你看刹车换挡 加油 飙升 这样来做股票 就会享受一种乐趣 好 你们看 这只股票 这是不是个长鹰加长腿 对 它是一个组合 这是长鹰 这是长腿 长鹰加长腿下跌一道位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王牌呢 只是说它下跌一道位 右侧没有形成自平衡的构建 好 再来一次 你们看 没有吧 它再来一次长腿探体回升 接着呢 你看 这里没有好的王牌柱 是不是 再采线 再探体回升 它一定要测试这个称力 到底行不行 好 那么你们注意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王牌的质量 第四箭头 是不是成王牌了 一二三 是不是黄金柱了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它就形成了黄金 好 那么我们再注意 这是一个 英元帅 这是一个合力的 黄金柱 那么 它有没有 一柱 一线 有没有一柱一线 它就有了一柱一线 好 你看 在这里是反复回踩 是不是反复回踩这条精准线 是不是反复回踩这条精准线 水平方向 一 二 三 四 水平方向有几个精准点 一个 两个 三个 再回踩一次 第四个 是不是第四个 那么这条线不破 OK 你看 它来找 还找了 左侧的 重合点 找了 长腿探体回收 好 这里又是长腿探体回收 来了 精准线不破 单枪 看到没有 单枪 那么你看 这里抬头了没有 抬头了 单枪之后 缩量一倍假跌 零号腾空 好 我们注意了 这个时候和大家讲过 王牌处 对吧 是王牌吧 那么这是 王牌柱 他是个王牌柱 他也是王牌柱 对吧 这是一个合力 王牌 那么 这是他的下线 对不对 这是一条精准复合的黄金线 下线主手 上线呢 上线怎么样 上线 主公 那这个地方就是回踩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好的介入点 对吧 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待后撤杨盖音 或坐出王牌柱 有了王牌就OK了 刹车 换党 是不是换党了 但是 但是这是换党啊 其实在藏文的上线 这才是加油 对吧 藏文的上线在这里才是加油 所以一定要记住 他虽然是王牌 但是他们享受的是同一级别 明白了吗 还是以他为主 对 以他为主 这是一个合力王牌 这是下线精准重合的黄金线 上线是他的十顶为功 长腿 好 那么长腿精准 缩量紧勾 大家看 这是个长阴加什么 V柱 V柱是长阴 加长腿 探底回收 一般是一只个股阶段形的底部 那么V柱就形成了长腿的精准 那么 比柱是缩背的甲跌 缩一背 贾阳 对吧 好 这个贾阳经过C柱的确认 大家看 是不是经过了C柱的确认 0号 站稳了底部康桥 回踩不破 介入 是不是 回踩不破介入 你看 一介入很多同学说 啊 这一介入他没有长 你看 一二三 是不是形成了一条 攻防线 一二三 是不是回踩一条攻防线 一二三四五 精准线重合 精准黄金线成立 底柱 底柱 你们看 底柱回踩精准 一扬盖音 是不是 底柱 那么一柱 零号单枪 再抬头 零号单枪 再抬头了 大家看 那在这里 是不是回踩精准 截足先登 明白了 你看 你看 找一记住啊 发现这样的股票 就是在这里有长腿基因 后面出现缩量 就要紧跟 这是伏击涨停 伏击到一只股票 就要首先 发现这样的组合 长腿基因 输量紧跟 紧跟的目的 不是叫你 这里就进去 明白吗 刺认学 确认其合格 跟装 二三一仓 王牌剑 一二三 王牌剑 你看 王牌剑了吧 那么它形成一柱一线 精准线重合 就可以加仓 可以加到多少呢 这样像发现这样的票 如果精准线 重合的越多 抬头 抵住抬头 一住抬头 这个时候 你可以加到 八成仓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看 一住之后 是不是再次形成了一条金阶呢 一住 一住在这里之后 是不是再形成了一条金阶抬高 是不是再形成了金阶抬高 OK 板 板 直到这里全部出光 大家想一想 利用在这里的赤阳跟装 是不是 回踩精准 来不破加仓 踢出 在这里跟装的 然后形成王牌一住一线 来抵合一住 加仓处 就可以享受飙升的乐趣 是不是可以享受飙升的乐趣 那一定要注意 发现这样的股票 这些股票的 你看 是后面的课程 后面 它是一个高开跌走 阻力被动撤退 它好像是光刻机 还是芯片 是不是 然后后市反弹 以它的大英尸底为主 再问了尸底抗二一 再问了二一抗尸底 那么它高量一破 就要等待它回踩精准线 或这个涨停板不破 不被破坏 形成王牌住 牌高 才能上 那么今天有位同学 把这只股票 化成了周向 所以 在这里的本来是政客 我想给他一扳手 日向上看 是这种高音在这里 日向都没有过去 你怎么可以 乐极化成周向呢 连它的实底都没有照 你竟然可以化成周向 那么我们就很简单 它公道的大英尸底 如果上弓不过二一 它就会下来做换党 这个票很简单 现在 它的刹车王牌 已经形成 上弓不过二一位 它就会下来换党再上去 而不是在这里 换成什么周向 好 你们看 长腿急阴 缩量紧跟 发现这样的长鹰 你们看 这是个长鹰吗 长鹰 尖长腿 那么 刺人发现 缩量次阳 首先 是这个股票 要进入到 我们的势力 要 准备伏击它 什么叫准备伏击呢 你们看 这个柱 是不是 形成了一个 刹车柱 是不是形成一个刹车柱 形成一个刹车柱 对吧 那么我们要等待换党 换党和大家说过 要突破其大英尸底 才叫换党成功 大家看 它这个王牌 是否突破了大英的尸底 是不是突破了大英的尸底 好 突破了大英的尸底 那么 你们再来看 这里再来一个 长腿基因 缩量 紧跟 对吧 突破以后 它下来找的是这个换党 你们看 有没有破这个换党 没有破 长腿基因 缩量紧跟 缩量次阳过阴半 折机来参战 零号跳空 占大英的尸底 明白 上了 形成一柱 一线 反复采线 形成了一柱 一线 反复采线 抬头 抬头 百分之 二十 是不是百分之二十 那么 这里就要注意 凡是这样的 长腿基因 缩量 紧跟 长腿基因 缩量 紧跟 你看 这里的长腿 有没有破掉一桥 有没有破一桥 康桥未破 缩量次阳 二次站稳 康桥 是不是 二十四站稳的康桥 并且是缩量次阳 缩量次阳 零号 腾空 二 一二三 远率柱 一二三 黄金柱 黄金线上 成金准 看见没有 黄金线上成金准 金准 黄金线 踩到了黄金 长腿踩线 确认其抬头 他又来了一个康桥 啊 再过康桥 夜归来 这就是啊 长腿基因 缩量紧跟 有同学 一旦发现这样的 他看都不想看了 这是错理 所以以后要发现 这样的长腿 打开以后的长腿 就要做到 基因 长腿基因 缩量较根 缩量较根 好不好 好 OK了 这是长腿基因 那么再来看 长腿间谍 缩量假跌 长腿探底 缩量再假跌 左侧最好有 他平衡的建构 综合 结合 赤阳跟装战术 或在 增量因 死顶处伏计 刚才讲过 长腿基因 缩量紧跟 下一个组合 叫 长腿间谍 缩量 假跌 好 你们看 大概这里有一个 来了以后 这里是不是有个消化 大家注意 我刚才和大家讲过 L型消化 没有V型消化好 这个V型消化 是把这里的左风 给消化过 对吧 这是V型消化 那么接下来 它会撒跌 那么注意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了一个长腿 长阴加长腿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长阴加长腿下跌已到位 那么 在这里的注意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组 阴阳间隔战 为什么 这里是凹口突然下线的什么柱 凹口突然下凹口平衡线 那么上官不过凹口平衡线 再来一次 长腿增量阴 一般是一只个股阶段性的底部 对吧 长腿增量阴 那么出现次缩量次阳 也就是说长腿极阴 缩量紧跟 这个缩量是否假跌 这个缩量的下跌 是否是假跌 那么 它有没有破几点 没破几点 那么 长腿间谍 缩量假跌 你看 是两种的长腿间谍 那缩量假跌 那么长腿极阴 缩量紧跟 大家说它是个组合呀 是组合吧 对 缩量次阳 缩一辈 零号腾空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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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板不封 坚决 走人 V型消化 要比L型消化 更强 所以 一旦发现有间谍筑底的股票 就要注意了 间谍 这个一旦发现 阴阳 两组间隔 就叫间谍战 一不小心 就会把你关进 摩尔斯监狱 是不是 你看不懂量学历 不懂这个间谍战 他就把你关进去了 我们懂的 就注意了 长腿基因 缩量紧跟 长腿间谍 缩量假跌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聆听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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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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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